但是不管怎麽樣,這四個星期,阿賴也是種下佛的種子,只能夠收到這種效果。 所以畢業出去在海外的學生,我接觸就多了,以後我出來幾乎都是同學過地方邀請,到處組織這些佛教學團。 所以在美國跟加拿大有三十多個團體,我在美國住十幾年,就是跟他們往來。 每個大城市每年都巡迴走一圈,一個地方少住一個星期,多住一個月,過這種也是流浪的生活。 但是對同學們,多少是有一點幫助。 現在問題出來了,這麽容易受污染,我們來看世界各地。 到處都是鼓勵人們,貪臣吃爛。 鼓勵人們競爭,競爭特別容易激發人的欲望。 我們很多觀眾看過我這樣的新聞。 十歲的孩子,小男孩上小學,回到家裡跟爸爸媽媽講。 報告父母一個好消息。 我們搬上一個同學,出車禍被撞死了。 那父母一聽,害怕,這孩子怎麼這麼講話。 十歲的這個孩子講第二句話,我又少了一個競爭對手。 我們聽了非常感慨。 剛十歲,他就盼著他的同學死。 爲什麽呢?我少了個對手呢? 我們不知道,東南亞這邊是不是也是這個狀況? 亞洲很多國家是不是這樣? 主事的競爭。 沒錯。 您老剛才也講,每一年災難都很多。 跟競爭有沒有關係? 有關係。 因為人的心念都是競爭。 對。 我曾經在昆斯蘭大學和平學院的教授座談會邀請我。 因為911事件發生之後,和平學院很少。 全世界只有八個學校,設定了這個。